2 1 請灑水 倒數生下 台中市長林佳龍 跟各界貴賓一同手持水槍 朝台下灑水 今年特別結合潑水節的祈福元素 熱鬧宣告第二屆東協好聲音 才藝競賽盛大展開 在東協廣場的這個東協好聲音 去年已經產生了一些明星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新移民跟移工 充滿了各種的才藝 歌唱表演 還有各式各樣的才能 我們希望能夠讓所有的台灣人 甚至國際觀光客都看到 拿起麥克風大展歌喉 多位來自泰國 菲律賓和越南 等東協國家的一公朋友 不僅帶來一首首家鄉歌曲 還有人穿起自己國家的特色服飾 吸引全場目光 甚至就連來自中國的 新住民朋友 也特別準備了一段苦練多時的民族舞蹈 豐富多元的精彩演出 全都為了爭取最佳成績 我們是中國大陸 今年是第二次 去年有參加 東西好聲音 得了第三名 今年目標是第一名 今天就是來唱歌比賽吧 老闆讓我出去 所以我是想說 欸 這邊有唱歌比賽 然後把我都一起跟朋友 大家一起開心這樣子 那也要兼顧到我們的音色 還有技巧 節奏 音色音準 那我們希望說 每一個我們來參與 我們國際移工的表演 大家都能夠展現我們民族的特色 師傅也表示 透過活動的舉辦 不僅讓這一群來自東協國家的 移工核心著名朋友 一解思想之仇 感受嘉年華會的熱鬧氣氛 也期盼藉此表達對多元文化的尊重 讓台中成為一個文化友善城市 繼續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